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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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撒谎 你在想容天 志强和文彪这次真的很生气啊 尤其是文彪啊 还说想离开公司 那你呢 我什么 算了 不用回答了 你一定帮容天的 现在连雅魏也生他的气了 我再不帮他就没人帮他了 如果他杀人放火你也帮他 你又说什么啊 好 那我就认真地跟你讲 你自己再怎么想也没有用啊 你去找人家关心关心人家 不是我不想关心他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存心躲开我 他又不是住在龟壳里 能躲到了多久啊 你主动一点 不然的话很难真的了解他的 那又怎么帮他呢 拿去 这什么意思啊 霍先生 知道你办事尽力 拿去开个心吗 怎么 先手啊 不是 谢谢霍先生 有事就跟我说 不然就消失 我不希望有只死狗对着我 不好意思 霍先生 是这么回事 最近公司有点麻烦 我个怕哪儿他说想退出 我担心自己能力有问题 原来你这个叶蓉天 除了指望我 还指望好人 老弟 朋友是互相利用的 他今天走了 可能大家暂时没有利用价值 他外边另有新世界 当你再发觉他用得着的地方 大家就又是朋友喽 找我出来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你说 我说 你已经想通了 不再怪文彪了是不是 我哪有资格怪你们呢 那你这么说还算有点人性 幸亏是我们了 换了别人 你这个样子早就没朋友做了 立天这个名字的意思 也就是和我们三个人的力量 人定胜天的意思 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公司 就这么晚了 我也不希望 都收拾好了 挖下什么东西再来拿好了 大家还是朋友吗 你们走走我送你们 当然了 不过以后就没升风车坐了 真的很舍不得你啊 大家还是朋友 有空喝茶吃饭 改天就不如津津了 好 怎么样想去哪吃啊 有点风味的 我们去大排档好不好 好啊 无所谓啊 有没有好提议 记不记得以前的那些 那些 这么多年了还有没有 有 我前两天刚路过 那个大喇叭还在那儿 那就去那家 好啊 那家的菜真的那么好吃吗 你没吃过不知道啊 那家的炒菜啊 不是每家都有的 喂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的事啊 容天啊整天翘课 就是跑到那儿去吃东西 吃什么啊 跑到那儿谈生意才是真的 其实呢 我们三个人的性格 从小到大都没有变 那个时候能做朋友 现在应该也可以 文彪 坐外面嘛 里面热啊 外面通风凉快嘛 其实那是容天生 行了 文彪 坐 坐坐坐 来 坐 大喇叭 来了啊 都来洗了上菜 都来洗了 是啊 啤酒够不够 不过再叫吧 中学时候都被你教坏了 真是全你的功劳啊 喂 你可别这么说啊 你们那个时候还小啊 要不是我制止你们 不让你们喝那么多啤酒啊 我怕你们现在啊 不知道在哪儿啊 哇 你是乌鸦嘴 你真是的啊 事实上是这样嘛 不过呢 这么多年来啊 你们还是这么好的朋友啊 慢慢喝啊 文彪 先干一杯 为什么 大喇叭说的 很难得 我们这么多年还是好朋友 你不反对我离开立天 老爷 我想过了 其实我应该尊重你的决定 不过真的很希望 你仍然是立天的一份子 仍然是股东 我答应你 好 就为我们立天精神 仍然存在干杯 好 好 干吗 行了 你终于肯和我握手了 你是不是这么土啊 不是啊 今天看见你我真的很开心 也就是说呢 我的决定是对的 为了我们三个的友谊 这么做是值得的 你们干什么啊 摸来摸去的 庄同志啊 想一下着隐心 早知道我今晚不来了 别说这么扫心的话 大喇叭 来了来了 再来一瓶啤酒啊 马上就到 小姐你让一让啊 不然烫了你不好意思 小姐 对了小姐 这三位哪位是你男朋友啊 大老妈 总之不是你啊 不好意思我喝多了啊 你慢慢喝啊 来干杯 我够了 够了 那不倒给你了啊 走了 来我们喝 来干杯 来来来 再倒点再倒点 来来倒满了 来 好来来我们干一杯 干杯 干杯 干了吧 是啊 来来干 一二三 喂容天 我的车在那边 就这样吗 算了 算了 明天要上班呢 我也很累了 我坐容天的车走 那我送志强 那我送你去拿车吧 不用了 隐心很累了 你早点送他回家吧 走吧 拜拜 走啊 走啊 喂 是 明白明白 好好好 拜拜 这么晚了还有要紧的事啊 那我自己坐计程车 颖西 我有事想跟你说 好 好 我觉得今天应该说清楚 我不能再逃避了 其实那天去澳门我没去 答案已经知道 只不过是你接受不了 我是接受不了 因为我有太多的问题 我真不明白 我越来越不明白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接受文彪辞职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明明好好的嘛 怎么会弄成这样的呢 我也不明白 我有什么值得你赠位我 有很多 有很多 有一个人 我很想关心他 跟他分享开心和不开心 虽然我知道他不会把我放在第一位 可是不要紧 我也想默默地支持他 我不会去计较值不值得 我会计较 你这么做不值得 你没好处 你是不是已经没话跟我说 如果真的已经弄清楚了 我想我们以后还会有话说 上车吧 不用了 这么晚了你让我送你吧 我没事啊 如果希望以后有话说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不用担心我 我真的没事 多关心关心自己 嗯 宝贝 歌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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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政府新闻处和一个慈善机构 办了一个马拉松筹款 我看最近上班的时间都很固定 所以也想去玩玩 我赞助你啊 也不用这么着急 我还没报名呢 专程从香港到全文来请我吃饭 我还没谢你的 这顿是庆祝你第一天拿铁饭碗的吗 况且我不是专程啊 我是来送细票顺路而已 细票 什么细票 我们公司啊替Helen爹地公司收地 所以要讨好那些地主 这些金具票都是送他们的 又是容天的鬼主意吧 老是使唤你 这是自己的生意吗 我也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本分 你只是秘书 又不是二十四小时速地间用人 就算是女朋友也过分了点 你又说到哪儿去了 你们俩到底怎么样了 是好就好 分就分 千万别让那臭小的 拖拖拉拉使唤你当工人用啊 那就算谈不成恋爱 也可以做朋友的嘛 那做朋友是应该互相帮助的 哪有谁使唤谁啊 他叫你这么东奔西跑的 还不叫使唤 不是啊 他让我坐计程车 公司出钱的 他也算不错了 喂 你还在上水啊 那我去吧 拜拜 对不起啊 我要先走了 容天 连顿饭也不让你吃完 不是啊 本来他自己要去 只是来不及 我先结账 不用了 你赶时间你先走吧 这顿呢算让你欠我的 好吧 下次我再请你啊 好 差点忘了 送给你的很实用 拜拜 拜拜 来 把自己跟那些小明星比 不是自讲身价啊 躲在家里 我可以自己骗自己 说我跟他们一点都不一样 可人家看起来 我跟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你认识我的第一天开始 就知道我的为人了 那你也别做到那么肆无忌惮啊 你把自己降级了 你知道吗 你说这句话的语气 跟剑平一模一样 有时候我在想 你也别说了 我真的不愿意 他跟你一起这么多年 真是不简单 霍仙儿 温小姐 来了 是 霍仙儿 上次去巴黎 你不是看中了这款式了吗 我特地找人给你做一个 你看喜不喜欢 我先走了 你们慢慢聊 你别说这个 冬天 就我 thesis宝兵回去 找他 咱说这利可 你要很可有 不用了 习惯了 David以前经常用这部车来接我的 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不喜欢这部车了 霍先生只是暂时借给我用的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只是玩具而已 人和车在他心目中都差不多 温小姐 你不要给我多嘴啊 其实霍先生做这么大生意 应酬是很难免的 很多时候都是那些小明星自己送上门的 遇上要面子的派对很难推的 你替David说的这番话 跟多少人说过 没有 认识霍先生这么久 我没听过他做事要找借口的 我觉得在他心目中 他认为要交代的人不多 你是其中一个 或许然的一番新意 你看看 霍先生的一番新意 我们谢谢 你是不是有妻子 对不起 贴 Vamos 不管那个该死的导演 拍了一天呢 还说差一个镜头 我也不想迟到 霍先生 不关机器小姐的事 其实是我找不到停车的地方 所以迟到 不用着急 又不赶时间 彭翁赢了 我还没翻版呢 好吗 我来介绍 你不是他的影迷也认得他吧 机器小姐嘛 这人漂亮多了 这个是我小侄女 容金 你见过了 精明能干 当然有印象了 谢谢彭翁 你不用跟彭翁客气 他有一句说一句 办事可比你和我公道 不然新界的子侄 又怎么会这么尊敬他呢 别再给我戴高帽子了 我连跟老婆张嘴 想帮这个小侄女 在银行担保 借点资金做生意 都没办法呀 一方小姐想做生意吗 卖什么健康食品 学着做到小生意 我有朋友在银行里做事 自己人做贷款比较容易 我这个小老弟有点本事吧 他没本事也就是你没眼光 那彭翁 一言为定了啊 新界收定那件事 就由容金的公司带我出命 记住啊 关照关照他 那就听你的了 谢谢彭翁 不是定了位子吃饭吗 我免得被你的David说我 赢了就走啊 来来来 继续继续继 喂 容天啊 萨比娜 David在不在 温小姐 她跟朋友在谈事 要不要叫她听啊 那么她忙完之后 她有时间的话 叫她打电话给我 我不急的 我想一想 我刚才很没礼貌地走了 我想打个电话给她 跟她说句对不起 我跟混先生说吧 那麻烦你了 不耽误你了 拜拜 拜拜 喂 什么唐家菜这么牛气啊 那些京川菜 还不是离不开甜甜辣辣的 喂 我们元朗的盆菜啊 比它更有风味 咱们是吃个新鲜吧 一会儿拿出一瓶好酒 跟你喝到天亮 划拳 你可不一定能赢我啊 跟你划拳 那还不是又伤感情又不爽 彭先生 如果你不嫌弃我给你划拳 两个一起上啊 老板输了心疼啊 你很渴吗 这么急着想喝酒 他来高兴吧 老霍今天不醉 就真的不高兴了啊 我今晚的性质很高 不用你帮我盯酒 霍先生 我哪有资格帮你盯酒啊 你真的怕我罪了 我是怕温小姐担心的 你究竟有没有想清楚 你到底是我的狗 还是Sambina的狗啊 来替她看着我 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没说完呢 什么时候轮到你乱飞 我霍景良做人做事 需要向人交代吗 我跟那个女人之间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 多管闲事啊 你再有本事 也只不过是一个 反应比较快的马屁精 你凭什么 一次又一次的 没有激情 我叫你走着走 跑着跑 更是杜鱼的事 在这儿耍小聪明 对不起 霍先生 今天你扫了我的姓 我不想你留在这儿 影响我的胃口 管家小的 不用这么动气啊 我什么时候动气了 我以为楼上同学会的英语句 够了娱乐性了 哪知道原来还有更精彩的 我不知道大伯父怎么想 我就不想要有这么一个堂歌 早上你是怎么跟雅温说的 说什么 一家人出去吃饭 当然要有个理由了 你明明知道容天是怎么想的了 你要是跟雅温说清楚 那雅温还去吗 兄妹两个呕呕气 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雅温呢也是真有点任性 可是上次容天呢也是太过火了 可是容天他做那么多事 也是为了家里有好日子过 说真的 容天替那个霍景良办事 我真的有点不放心 他有那么多的新闻 不是说他欺骗小股东 就说他做生意的手法卑劣 瞎流 没有一次是好的 老公啊 你要对我们的容天有信心才行啊 他做那些事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这么顾家 你还担心什么 我可没听说过有哪个孝子 会杀人放火 我真是说不过你啊 你是容天的超级烦恼 爸妈 喂 喝喜酒啊 傻小子 你怎么忘了 大哥说陪我们出去吃饭吗 对啊 收买人心吗 怎么可以这么说大哥 开玩笑的 主角呢 一家人吃饭呢 什么主不主角 可不是猫 大哥特地请雅温吃饭的 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啊 雅温他说自己去酒楼 快去换衣服吧 不急 大哥还没回来呢 大哥和志强直接去了 快换吧 是吗 三分钟很快的啊 三分钟 爸 这瓶好酒啊 自己人吃饭 干什么买这么贵的酒啊 无所谓 嘴上这么说 已经第三杯了 其实那些酒有什么好喝的 喝到嘴里那么辣 这种酒不会辣的 一喝到嘴里啊 那种香味留在嘴里很久的 那你闻闻 真的假的 小女生 闻闻就好了 爸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让他试吧 喂 行不行啊 不会喝别浪费了 很纯 你们真的会儿别演戏啊 会演戏也是一种本事啊 起码能拿到全校最佳演艺奖 我说他是被我们宠坏了 什么 那将来呢一个人在外面 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子 一个人宠你呢就乱来 什么一个人在外面 我已经托人 帮你在美国找了一间学校了 这是资料 这是第三个学校 虽然现在晚了一点 不过办完手续呢 还赶得及开学 什么去美国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过 现在不是跟你说了 大哥 你不是说跟校长说说吗 看能不能让他再读一念 我想过了 香港的读书环境 也不是很理想 那现在去美国啊 很多人都想去啊 我不想啊 哎 雅温 有事好好跟大哥商量 这么大声干什么 跟他商量 他有没有跟我商量过 我也是为你好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大人了 你有哪件事可以做成的 学脚踏车吧 吹两次就怕疼 游泳也是一样 我不希望因为你这种性格 我连个学位也考不到 荣天啊 你的动机是好的 可是你是不是应该先通知他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好一点呢 我也是为他好啊 我早就帮他拿了资料了 为我好 如果为我好的话 你就不会趟着外人面骂我了 什么外人哪 总之我不会去美国的 你这么喜欢去 你自己去都够呀 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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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去追他好 好心没好报 越来越离谱 谁让他的性格像你呢 什么 容泽 喂 是啊 华先生 好 我大约十五分钟后就到了 拜拜 对不起 爸妈 我不能吃饭了 我叫厨房争一条东兴斑 你们吃完再走 容泽 用我的服务卡付账 哦 拜拜 碧真姐 不要紧的 你就让他在这儿住一天吗 你也知道外面的治安不好吗 一个女生走来走去的不好 怎么会打搅呢 是啊 就这么一次了 好好好 OK OK 行了行了 再见啊 没事吧 没事 喂 正好 你叫温温呢 叫他不要这么紧性 是固执哪儿的地方话 听得懂就行了 听了几十年了 劝劝他吧 那是他大哥 为他好吗 发什么脾气呢 现在的年轻人呢 讲什么人权的自由啊 哪像我们从前任人摆布 可不是吗 当今世上还能再找到 像我这样的孝顺儿子 任你们摆布得这么快乐 是啊是啊是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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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了乖了啊 说话说完了走了走了 记性啊 这小子 四五桌 大约两千块一桌吧 嗯 那我把菜单给老板看完 再打给你 拜拜 都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 其实也没什么重要东西 有些用过的东西有感情嘛 用久了如果扔了它 好像遗弃它一样 你把文房四宝说得像人一样 那你自己呢 我什么 十点了 只顾着工作 你肚子饿啊 哇 真的十点了 我不介意陪你再吃一顿 当然宵夜 也好 反正上次欠你一顿 这次我请 走 喂 容天啊 金碧酒店 我知道 哦 我这儿是哪份文件 好 我马上就去拜拜 再等我半个钟头啊 容天怎么搞的 这么晚了还让你一个女孩子 把文件送到酒店去 嗯 那么如果你肯开车送我 我就不是一个女孩了 走吧 有差叔叔 嗯 容天 文件 怎么快啊 文件要送我来的吗 喂 不跟你说了 客人在那边等着呢 容天 你好像不对劲啊 哦 没吃饭不就这样子了 那个客人已经醉了 哄他签醉好了 就这样了 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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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容天 送他去医院 哦 好 慢慢走啊 行了 你先到那边坐一坐 文表你先看着他 好 我去拿药 小事情吧 干吗那么紧张啊 你还死成你胃出血啊 你是不是非要等到胃穿孔 才就有事啊 用得着说得这么严重吗 我只信影星说的是事实 是不是天天不喝酒 就谈不成生意呢 你这样影星很担心你 女人真是闲着无聊 找个人来没事烦我 你这样说话很不负责任 叶容天 是的 上次是我伤害了他 我认错 这不是更好 让他早点看到我的真面目 感情的事呢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文表啊 那次之后 我已经跟他再交代清楚 大家已经同意到此为止了 他现在还关心我 只不过把我当成朋友 如果你非要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你侮辱他 你怎么样啊 我先送你回家吧 你没听医生说吗 他说我发现得早 没什么事了 那你要记住医生的话 多休息知不知道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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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我叫清晨我回酒店 你还要回酒店 是啊 容天 我送你 你撑不撑得住啊 行了 这份合约今天晚上一定要搞定 你记住吃药啊 知不知道 吃药之前要先吃东西 不行 我去买面包 走 霍先生早 早 从昨晚等到现在 怕你还有事吩咐吗 我记得你昨晚喝得差点吐了 还撑得住 有点胃疼 你没兴趣陪我吃早餐 好啊 岁月儿呢 从今天这儿做 sank 去看看你 想说啊 这很难受 应该是你 你觉得我 想去做个解答的 我说是你 可是你 你又想知道 你 他比较执着 这个时候姑且先看他的脸色 以后自然就轮到我们座主了 或许让你真想把他介绍的地 全买下来 我现在买的是他的乡市势力 我不会把真金白衣拿出来 便宜他的自职 那些个有手好闲的人还不够多 我只为跟他签协议发展书 他们出地 我们拿发展权 政府公路开到了 他们先要把地卖给我 只要一天开不过来 我就一个子也不用开 那倒是 这个方法可攻可守 又可以省钱 霍先生你真厉害 正天 我告诉你 在香港做生意 要赢得不是靠多少本钱 而是看你有没有脑子 外边那么多栋大厦 我敢说 十栋有九栋都是骗回来的 不是很难的 那就看你是做骗人那个 还是被骗那个 霍先生当初是白手兴家 我哪有这个本事 有点 我很坦白 有点我很坦白 当时我能够熬得出头来 真真正正有本事的不是我 我真的有多少人 我可以问你 我还有一个小小小的 我那是你 我从来的 就没什么 就没有人 我可以说 我可以玩的 一会儿 我可以玩的 我可以玩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你一个电话 就不知道有多少太太和小姐来拜你为师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挺好的 我喜欢你轻轻一点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太轻轻 我情愿像你这样 妈咪是这几年才开始学 做人要放松一点 那你处事的态度真是轻松了好多 可是你依然是最坚强的那个 有时候我真替你布置啊 为什么在感情这个游戏里 永远都是弱者的那个得人同情 而做强者的那个就一定要牺牲 为什么牺牲的那个会是你 牺不牺牲跟痛不痛苦 未必好像表面这样 发生这件事情 最痛苦的那个未必是我 他已经得到爹地了 可是他现在连一个谈心事的朋友都没有 见到好朋友还要躲 那种滋味是很难受的 其实我也不想再怪他了 可是有些事不是你不怪他 他自己就不用负责任的 音乐表演的 你带爹地来啊 他说给我介绍 几个生意上的朋友 你呢 陪妈咪 安哥是这个基金的主席 一会儿有个慈善拍卖 妈咪也拿一条银子来 一条项链出来做膳事 那要不要跟你爹打招呼 下个礼拜约了他吃饭了 好 我先过去了 各位嘉宾 到了今晚这个慈善拍卖晚会 最高潮的时间了 接着这条红宝石项链 海洋之心 就是我们大会主席 叶孝李先生的太太 李沙芳捐出来的 现在底价是五百万 每一次叫价是二十万 好了 各位先生女士们 现在可以开始出价了 叶荣进先生出五百二十万 有没有人比五百二十万高的 五百二十万 哦 这位先生出五百四十万 五百四十万一次 那位先生出五百六十万 这位先生出五百八十万 五百八十万一次 五百八十万两次 七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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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景良先生出到七百万 有哪位比七百万高的 七百万一次 七百万两次 七百万三次成交 好 谢谢黄田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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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updating 東大丰殿 把她摆到七百万 七百万手 中国倒 离 oneself 36百万千万二十万 六百万一 花麦后 三百万一 一张二十万不能